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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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说的是想本来想请这个于谦老师 因为这个于谦老师自己有这个马场 在养马什么的 想请到于谦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个养马的故事 但微信也问了我人就挺忙的 对人家比较忙还是人家确实比较忙 真问了是吗 真问了 我面子这么大呢 真问了人家比较忙 没法抽身来参与录制 所以这个项目也就暂时搁置了 所以这个项目也就暂时搁置了 只能搁置到了最近 最近为什么又把这个事提起来了呢 是因为赛马娘的这个手游啊 经过这个这个多年的跳票 跳了大概两三年吧 现在得有 本来是大概18年就会上线的 结果到21年才上 前上周才上线 这个项目最早是16年公布的 对 所以他在16年之前就开始做这些东西了 而且其实本来这个动画是这个手游的宣传片 你知道吧 不知道为什么他宣兵夺主了是吧 对宣兵夺主了 本来是想通过这个动画吧 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手游 让大家来玩这个手游 结果手游呢才上线 动画已经现在是第二季 都已经放到了第九集 第八集第九集 我说为什么最近一周你们也不看船了 对 也不看船了 就是整个办公室里边都是马娘的气息 对 这个突然办公室里边 大家这个空前高涨热情 对于赛马的研究和分析 确实好玩 对 然后大八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游戏 我觉得 今天我们其实还是先说说游戏 然后再说一说 赛马这个东西到底在现实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说说这个人文和历史 好 然后今天是3月2号 趁着游戏维护 我们赶紧来录这个节目 连这日子都是特意挑的 对 他游戏维护6个小时 可以 首先赛马枪手游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现在手游的市场 怎么说呢 是好看的皮囊 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都是刷着差不多的图 抽着差不多的卡 练着差不多的人 然后用着差不多的技能 然后最后发现 就是大家玩的东西都差不多 大家玩的都一样 那有句话就说嘛 大家都玩了 都玩的一样 那就等于没完 大家都是 这个句式好熟悉 这个句式我还挺喜欢 特逗 然后赛马娘在3月份呢 2,3月份为什么这么火呢 也是有原因的嘛 首先这个游戏从16年公布企划 到现在手游终于开服 确实感受到了呀 这个游戏对赛马本身的一个致敬 很尊重这些历史 很尊重这些文化 然后再加上CY Games 本身强大的一个硬实力吧 确实是得有这个公司这么大体量 才能做到现在这么完整的一个游戏 然后赛马娘这个游戏呢 他这个手游嘛 然后也是免费游玩 然后抽这个赛马 然后抽这个各种的装备 辅助卡 游戏类型呢 算是模拟养成 我们是扮演这个马姑娘们的训练师 通过指导她们的训练 和赛马娘们一起成长 然后经历各种赛跑比赛 一路赢到最后一战到底 那人物 一战到底 确实到后面你只能拿敌 才能继续往下跑嘛 对 男生女生向前冲 就类似这种地方台节目 太综艺了 然后这个游戏呢 人物设计 剧情演出 还有这个演唱会的表演 历史考证这一部分呢 都属于需要堆料的这一部分吗 还有演唱会呢 对 她赢了之后呢 这就是赛马娘的一个独特之处 会唱一个live 大家唱歌跳舞 表演给大家看 不仅是赛马 还有爱德鲁文化 对 没错 合二为一 所以这方面东西呢 算是展现了CY他们一个大公司的硬实力吧 确实得用时间精力 还有经费呀 才能堆出来这样的一个高度 毕竟编曲呢 编舞 还有这些动补这些东西呢 它又要钱又要时间 不是个小项目 CY Game 因为现在坐实的是日本的堡莱坞了 这是吧 对 有钱 主要是手里比较有钱 所以能做得了这样的大规模的项目 然后再说说它核心的一个养成系统 基础玩法嘛 然后和大家其实体验过的一些养成类游戏呢 很相似 没有差太多 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目标 每回合都要选择不同的培养课程 然后培养赛马娘们的速度 耐力 力量 根性与智力 然后中间也会发生很多随机事件 那这个游戏模式呢 其实从日本90年代到现在呀 一直都有 最初可能就是这个 有恋爱养成 有人物培养到现在的一些体育类吧 棒球类 偶像类 足球类 都有类似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大家喜乐乐见的养成 对 算是特别有老日本游戏的一个风格 和玩法吧 那么这个游戏最紧张 最刺激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你培养好了你的赛马娘 你作为教练 你觉得你身边这个带的人呢 差不多了 然后他们终于要上比赛了 这个时候上比赛 我们只能看 不能去实际去影响 他的一个具体的比赛的一些细节 所以我们整个在玩的过程中啊 是一个大方向可控 小事件随机 在比赛中 在游戏里面呢 我们只能去做好比赛前的一个准备 但是实际到了赛跑 到了赛马场上啊 紧张刺激 对 一切都是未知数 那比如说你的赛马呀 他速度很快 但是被前面人挡了 发挥不出来他的这个实力 或者说呢 他的力量很强 但是耐力不够 就跟不住心头不对 哦 哎 或者是200米冲刺啊 他心态没有调整好 还有这个嘛 对 没有发挥好他的最高速度 哎 这一切等等等等 这些随机的东西呢 也是还原了我们在看体育赛事的一个体验吧 就是在赛前 我们感觉一切都是近在掌握了 但实际到了比赛呢 还是有很多意外和惊喜 嗯 对 然后呢 他培育每一轮 就你这个赛马娘可以反复培养 每个人培养每一轮的都是不同的体验 因为他培养嘛 都是有很多随机要素的 一样的赛马娘 只要你愿意呢 能够培养无数轮 然后这个游戏 也算是和现实贴得很紧密吧 有一个配种系统 那配种就是基因吧 这个东西就复杂了 不光是你的父辈会影响你这个紫带 而且和他的再上面一辈也有关系 是 目前大家也是在研究嘛 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育种这个是很复杂 对 到底是怎么样研究 到底怎么样才能培养出一个最好的基因呢 这个事情我们每天都在讨论 对 继承嘛 对 然后和发挥这个东西都是很经得起研究 像这个跨我的尸体这个游戏的系统 功力联姻 就是这个 对 父母被传给这个下一代 然后越传越厉害嘛 有很多这个 比如说比较好的基因 那可能就是越发展就越强嘛 这里边其实可以跟就是日本本身这个育种的传统 有一个很好的脸 因为北海道和爱尔兰美国是三大纯旋码产地 对 刚刚也听我们说这么多嘛 就是说你能听出来啊 就算没玩过嘛 也能听出来这个东西 很经得起我们这个高强度的去体验 是 经得起我们这个反复的去糟蹋 他就是虽然是同样的角色 同样的比赛 对 但是呢 你根据你每一次培养的方向不同 你根据每一次 发挥是不一样 配种的这个方式不同呢 他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永远都充满期待 但永远也都存在意外 人生有梦各自精彩 大不了冲头再来 就这意思 好 所以在玩CY Games这几年呢 我是感觉CY这家公司不仅有日本的这种特别老的游戏 突然进入神吹阶段 游戏传统 而且这家公司是特别扎根人性 就真的是研究过博彩 研究过这个赌博 那太懂了 对 希望打钱 你看我 希望打钱 你看我这几年就是玩CY Games 就玩弹桌 看赛马 玩转盘 真的是 感觉没玩什么好的 已经陷进去了 对 还打牌呢 不是你老了就是那种 就每天流连那个薄星歌店 八小时那种 就每天不玩就手都抖 对 一天不玩我就要脑狗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是研究过了花钱 让人花钱的这些本质吧 花钱的时候还要感到快乐 对 不但是让你觉得花钱了变强 而且是你花了钱呢 玩这个游戏会特别快乐 花了钱能够降低游戏里面的出现的一些意外 但是这些随机和意外的要素呢 你躲不开 就比如说是刚刚说玩弹珠嘛 对吧 我们能够把这些弹珠一些角色培养的很有意思 嗯 组好了队伍 但是你当真正的遇到高难度关卡的时候 我说去年你怎么沉迷怪物弹珠嘛 不是是CY的那个弹射世界 弹射世界啊 对 他那个弹珠的很 有很多随其的地方 哎 你真的是想操控到你想要的弹珠到具体的某个方位 某个位置 真的是得反复玩 他有些东西就是躲不开 没办法 大方向可控 小事件随机这个东西 我觉得CY这几年真的是研究的非常透 吃透了 一切都是为了让玩家去反复的游玩 每次玩都会有一段不同的体验 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花时间去沉迷这些东西 可以说是这一帮人的是沉迷心思想赚我们的钱 他完了你知道 你看他表情他完了 希望听到节目之后可以跟我们打一下 联系这个号轮atgcys.com 对我们说的都很现实啊 对吧 然后再说回赛马嘛 然后赛马抽卡呢 无论是抽角色还是抽这些辅助卡 家顶那些卡呢 也是让你的赛马娘呢能够有更多的培养方向 能够有更多的赛跑风格 有更多的技能 帮你打通一个单人的养成的赛事部分 这个游戏呢 就单人养成的这部分特别重 就是你 你自己养成的这部分 对特别重 你自己玩的时候 他主要的核心玩法就在这个部分 对 其实PVP这些东西都是后话 就训练师对训练师这一块嘛 虽然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但也得扎根到你自己去和这些赛马娘的一个具体培养这一块 可以说现在就刚刚开服这么一段时间吧 就感觉这个游戏是真的是 潜力很大 乐趣无穷 空间很大 可以想象后面就是人对人这个比赛嘛 对吧 真的是三回三了 就天际赛马了 包括技能 还有这个搭配都会有很讲究的东西 目前是给我这样一种感觉 它深度很深 可以这个你反复去研究 发掘的深度 发掘的东西 其实是很多的 但是你不玩这些深的东西呢 你自己单人去养马 去看这些 小娱乐 对 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挺好 随机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有意思 太神秘了 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到就是大巴谈到一个游戏的时候 用可以用眉飞色舞来行 但我平时聊手游很多时候都这样 并没有 并没有 我是第一次见到 总之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体验一下 对 也是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反正游戏你最开始也不用花钱 免费玩 它也会 它开始也是非常大方 送了一些你这个可以逼出SSRR卡的角色和这些辅助技能之类的都有 而且就是赛马娘这个东西吧 有点像进赌场 先给你拔好个筹码你知道吗 这说白了还是赌吧 对 没有 他没有这个赌的这个方面 他主要是这个去比赛嘛 去赛跑嘛 其实赛马娘这个系列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他 某些部分可能又能打动这个对日本赛马非常了解的 有兴趣的 非常了解的人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其实他也能够吸引对赛马文化并不是那么在意的人 了解 因为他里边还有一些文化元素 因为他既有这个赛马这方面的重度的内容 也有呢 像刚才说的这个 比如说比比赛完之后会办一场live的这个事情 live特好看 而且并不是只有那个单独的那几种 简直 还有很多 是 但是也有可能啊 比如说在某些时候 如果有公司想做一个这样的作品 很有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 都不讨好 觉得说你这做的不行还不够 我觉得不好 就是为了马来的 或者说为了小姑娘来的 两边都没 就不行了 对对对 但是赛马娘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他在他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是非常到位 历史挖掘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包括其实早 大概18年的时候吧 就动画第一季上线的时候 有采访什么的嘛 然后当时说为什么要融入这个说这个比赛完之后开一场live的这个形式 当时人就说嘛 说希望就是比赛是很残酷的嘛 没错 对吧 就是有赢的有输的 像他们这个动画里这个学校 他们的这个学校的名言 就是这个一马当先万马无光 就是大家只关注那跑第一的是谁 大家并不会在意后边的是谁 本身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但是他们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 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他们又不希望就是让这个里边的内核变得非常的残酷 因为毕竟都是这个小姑娘角色嘛 都学下 就不希望大家比如说产生这种谁非常仇恨谁的这种 今天是北海道鸣马 明天是北海道马路刺身 就是他们不希望把这个现实当中的残酷也融到这个作品当中 所以他们想到办法说 那干脆比赛完之后让大家开个live 大家都很开心的这种感觉 还是热血友情和努力 当然我觉得这肯定里边也包含了一部分说觉得 说觉得开live这是因为这种什么二次元偶像 这个比较火的题材 有一部分营业的感觉 对 说可以融入一下这个部分 让大家的这个角色更加的丰满 没错 马娘营业 是 可以 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赛马娘这个系列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当时刚才也说了 第一集动画开播之后就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对于日本赛马 然后当时就飞到了 特意飞到日本 去体验了一下这个现实当中的赛马 究竟是什么样的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虽然之前写过文章 但估计也没什么人看过 所以这个故事可以再讲一遍 大家也不会觉得听起来非常重复 老惦记 这个当时我们去的是位于东京的这个东京竞马场 东京赛马场 其实是很大的这个赛马场 对 会办一些非常知名的这个G1等级的比赛 就是最高等级比赛 日本 日本最高等级的比赛 会在这个马场举办 当时我们去之前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确实我只是单纯的当时产生了兴趣 但还并不了解 看赛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好奇 我就直接去了 去了 去之前也没查 说我去那天到底有没有比赛 知道吗 因为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周末 周六周日两天比赛会比较多 对 然后平常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比赛 是 我们去那天恰好就是周六 然后正好就有一整天的比赛可以看 一般是12多比赛吧 可能 到时候之后 坐电车过去 下来之后到门口 让我第一非常震惊的事情 是在日本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去过东京 大家可能会了解 就是因为日本这个地方本来面积就比较小 所以它每一个东西站的面积就没法特别大 比如楼可能都紧挨着建 就你印象都固化 对对对 它很精致 很小 比如说这个路也比较窄 也没有像国内这么宽的这种路 但是到了那个东京竞马场门口上就发现 原来在日本这个地方还能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专门给他放置的这么一个位置 他真的就是在就周围全是各种楼 就居民楼也好 或者其他商用楼也好 然后就在这个中间就特别大一片 就只有他自己 就只有东京竞马场 就觉得非常奇妙 这个感觉 是 到门口买门票200日元 其实门票非常便宜 对 合身币就十二十三块钱大概也就是 在门口就看到了那种卖赛马报纸的人 非常神奇的觉得这个东西 但是当时因为并不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也没有买 就是单纯他看到了有在卖的 卖赛马报纸 然后卖铅笔 因为你可能需要 写马票 你看到报纸的时候 你可能要自己圈一下 因为他报纸上面包含了特别多的信息 各种马的信息 然后你可能要自己圈一下 你自己觉得看的好的马 进去之后 这个趋境通幽 就是这个路绕来绕去的 因为里边非常大 然后绕来绕去的 但是走在这个路上 就是往这个赛马场最中心 这个地方走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路上在各个角落里边 他给你放置了很多的喇叭和屏幕 也就是说 不管你在这个赛马场的哪个位置 哪怕你不在看台上 哪怕你不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赛马场的边上 你也能够知道现在的比赛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通过喇叭你能听到解说 跟你说这个比赛是什么情况 通过屏幕你能看到现场的转播 我这个设计的非常的贴心 解说太有意思了 就是你并不是需要完全就在那坐着 简直了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突然要去做个什么其他事情 或者你带着孩子来的 对 孩子不愿意跟那坐着了 想去那逛逛什么的 你得陪着孩子去的时候 你也仍然能够知道 现在的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你生死组的时候你都能知道 是 对就不管你在干嘛 你都能知道现在比赛怎么着了 所以手游里还原了这个体验 这都还原啊 比赛有全程解说 你不看屏幕就把手机揣兜里 听着就行了 对听着就行了 厉害了 就非常的巧妙吧 我觉得这个设计 王林总的曲径通幽 前面就豁然开朗 到了这个真正的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位置上 就是赛马场主楼和他的这个亮相圈 什么叫亮相圈呢 大家看过动画应该知道 就是马娘在比赛之前呢 都会有一个专门让他自己展示一下自己的一个小舞台 在现实当中呢 其实就是把下一场比赛要参赛的马 拉出来 现在这个小的场地里边溜一圈 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马的状态怎么样 走一走 比如可能董行的人 看到这个马就觉得说 他今天状态应该挺好的 比如通过他的一些 身体姿态 比如通过他身上出的汗 等等这种可能都料一道 说他今天状态很好 没准能够夺冠 没准能够怎么着 然后你通过观察完之后呢 你才去决定 因为毕竟赛马 其实日本赛马主要还是这个博彩的这个事情嘛 对吧 确实 就是大家去买这个赛马票 然后去博彩 去参与博彩这样一个行为 除了看马之外呢 在这个小的亮相圈的背后啊 还有一块大的屏幕 屏幕上呢 就会给你写这个马的名字 这个马的编号 他的骑手是谁 然后这个马的赔率 等等相关的信息 非常的密集 这个信息 你看的时候 可能刚看第一眼的时候 觉得非常头疼 但可能懂了之后呢 你看起来就非常的顺畅 然后根据你看马本身的状态 还有包括屏幕上的一些信息 来决定你要怎么买 看完之后呢 就进入到第二环节 就进入到主楼里边 主楼主要就是你购买这个赛马券 然后吃饭休息的地方 可以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买赛马券这个事 我当时去之前 没有想到它是这样的 可能大家通过 比如说以前看电影 或者看电视剧 里边有赛马桥段出现的时候 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 就是怎么买马券 就是一个是去人工窗口 对 就跟人说 就你自己先写好 然后到人工窗口 跟人说你要买这个 买多少钱 第二种呢 可能在一些这个港片里 大家看比较多 就是通过电话的形式 是 就是这边听着收音机 然后打电话 直接去买 什么你要买哪匹马 怎么赢 之类的这样 可能这种看比较多 但是在日本这边 在东京赛马场 它完全是通过机器 来实现这件事情的 在买的时候 是填基督卡 在这个事之前 我已经很久没有填过 基督卡了 学校毕业之后 就再也没填过这个东西了 就是给你一张 正常大小的基督卡 上面密密麻麻的各种信息 各种可选的选项 然后图这个 然后呢 你就看好了 比如说 先图这是在哪个地方的比赛 比如说是东京竞马场 还是中山竞马场 还是哪个竞马场 然后呢 填哪一场比赛 今天的第二场 第三场 第四场 然后呢 就填那个马的号 然后填他怎么赢 然后怎么赢 又分很多种 就是大家可能 最好理解的 就是这个 谁跑第一这个事情 就这个是其中一种的 下注的方式 是 比如说你主 你赌这个二号码 不管是谁吧 你赌二号码跑第一 那他 那他就是一种下注的方式 但是 达 达 就是博彩这个东西吧 他不会只给你一种下注方式 对 因为他不是特别好赚钱 这样 他肯定会给你 他肯定会提供给你各种各样的选项 组合 让你觉得自己有很大几率 能够猜中 以此来吸引你 比如说你可以赌 谁跑第一 你可以赌 比如说谁能跑进前三 比如说你可以赌 前三名分别是谁 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你确定好了 那就拿铅笔在基督卡上图好 然后就图你要下注的钱 最低是100日元 像我当时就体验了一下 所以投了100日元 就六块钱 六七块钱人民币 就小小的体验一下 看看他这个机器是怎么运作的 小赌移情 也不算 因为我当时心态并不是那种 说想去赌一下 我就是单纯想铁一下 那个机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铁完之后 其实就很像咱们地铁里边的 自动售票机 一个大的机器 前面 然后你把你基督卡放进去 把你下得住的钱投进去 比如说我投了100日元 我就投一枚硬币进去 然后机器会给你出一个小的赛马券 特小的一张 就像以前坐公交车的时候 这么大小一个券 然后上边就会记录一些 比较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你那场比赛 你赌的谁 你赌的什么方式 然后下了多少钱 然后你就收好这个券 就可以做好准备 去看台上 主楼的背面 就是看台 看台紧邻的 就是真正的赛马场地 去看台上等 下一局要开始了 看着你的马到底能跑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到底能不能赢 然后把手里片往天上一扔 对 把手里片往天上洒 但是我们去那天 可能因为没有什么这种大型的比赛 所以人其实不是特别的多 可能我觉得 就是因为 你看到那个看台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图片的时候 没有那个感觉 但你真到现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看台巨大无比 巨场 真的是太长了 你觉得就像早年间 比如说八九十年代 日本可能算是第二次赛马的火热的时候 就现场全是人的时候 你简直无法想象 山呼海啸 真的是山呼海啸 如果都站满人的话 那你到看台这边 因为它有很多免费的座位 就你买了门票 然后接来之后人不多 你想坐哪坐哪 你也可以不坐着 你就想站到这个赛马场边上也可以 但是就是风吹日晒 反正那个地方没有遮挡 但是你坐看台上就有遮挡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天气比较好 晴天 所以就是在看台上 然后等着看 然后在看台上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以前大家都可能说 比如说参与赛马 喜欢看赛马 一般都是中年以上的男性居多 比如说可能四五十的男性 或者已经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老头 老太太什么的可能 但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在我去的时候 就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 确实 比如说有像我这样的 二十多岁快三十岁的人 也有可能比我还年轻一点的 然后也有比如说三十多岁父母 带着孩子来的 也有四十多岁的 也有五十多岁的 也有岁大的 就已经是一个全民文化了 就各个年龄段的人 都会有对赛马感兴趣的人 并不只是仅限于某一个年龄段 或者某一个性别 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后来就觉得就很神奇 就是跟以前了解的这种完全不一样 跟以前知道的 跟日本赛马相关的东西 就完全相悖 对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来的非常值得 然后就开始跑 开始赛马 你就看那马的进场 然后可能有些人 可能下桌下的比较多 可能然后就比较兴奋 就各种就呼喊什么的 然后马进场 然后就开始跑 因为赛马场非常的大 如果你稍微了解了一点 日本赛马 可能知道 比如它分不同的赛制 它的马的跑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比如从一千多到两千多 到三千多到四千多 都有 所以马场为了能尽可能的 多办一些比赛 所以它会做的非常的大 然后你跑不同赛制的时候 它的起跑位置和终点位置 是不一样的 有不同的设置 然后非常大 如果马跑远了 比如说跑到了远离你这一侧的直线场地的时候 你很难看清 因为已经非常远了 如果你没带望远镜什么的 你基本不知道现在谁跑在前面 对 就是你很难看清 你除了通过颜色来分辨 但通过颜色来分辨 那么远的距离也很有限 也很难 所以它中间有一块大屏幕 特别大的屏幕 然后就是现场转播 场地中间 场地中间有一块非常大的屏幕 就现场转播 然后屏幕上除了看现在比赛的情况 有镜头的跟排以外 边上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什么场地的 比如说草地土地的状态等等这种 比如说时间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就看着它 然后就冲线 最后直线冲刺的时候 大家也是热情空前的高涨 对 然后各种欢呼什么的 然后看马冲线之后 确定了 看到 突然看到 比如说你买的马中了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 对讲 可以去机器上直接对讲 把你那个券再送回去 然后钱出来 然后呢 除了看 比如说除了赌 你现在东京竞马场 这块的比赛以外 其实你可以同时赌 日本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比赛 比如说这个屏幕上 现在东京竞马场 这场比赛赛完了 中间有一段空闲时间 它会立刻给你转播 另外一个地方的赛马比赛 就比如说当时我们看的时候 应该是在转鸣鼓屋还是哪的 我具体不计的位置了 但是它会立刻给你转 另外一场比赛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直接买 另外这场比赛的票 然后呢 就是同时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远程 远程博彩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人性那点事 琢磨透透了 真的是 就是想尽办法 榨干你身上最后一份钱 资本主义的邪恶 你可千万别再打娃娶 真的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天他就回不来了 你说你 你说你不想参与赛马 你说是因为这个 你不知道现在比赛怎么样 那不可能 你只要在这地方 你不管在哪 你没有理由 都能知道这比赛怎么样 然后说那个 你说你来东京竞马场 说今天比赛吧 你没有特别感兴趣 没有你感兴趣 那无所谓 其他地方一样给你转播 就剥夺你任何可能的借口 对 就想办法让你去花钱 非常细致 但也看出了这个资本主义的邪恶 是 这也太狠了 但非常有趣 就是你不去的话 你很难了解到 他们究竟是怎么运行的 这个事情 就去完之后就觉得 真的是收获颇丰 觉得非常神奇 这些设计 而且又非常合理 对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如果说要这么算的话 其实日本的现代赛马 也有差不多100年左右的历史 所以说这套东西发展到 现在如此的齐位 聪明才智全用过这上了 对 因为人家本来 说白了这个东西沾了博彩 沾了钱 对吧 就会有人愿意去好好去研究 就好好的 怎么能给你弄得更好 让你心甘情愿的去花钱 比如像做手游一样 对 把这东西给你铺的很好 花钱 简直是一个开心 让你又花钱又快乐 对 我觉得他们这一套东西 就日本传来这一套东西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值得大家去学习 就大家都花钱 就等于大家都没花钱 是这样吧 他不会让你去骂着花钱 就你不会觉得你花钱特亏 你会觉得你花钱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去花 对 GRA亏了我赚了 对 就觉得这钱你得花 你不花不合适 我应该花花了我就赚了 是 太行了 但是大家如果有机会 体验一下就好 不要真的把它当作成一个 什么能够发家致富 发家致富的这么一个 一招上岸 那是不可能的 还是冷静 不可遮 那是不可能的 对 一个生活娱乐 大家一定要冷静 其实这个就跟 其实我去观察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买码票 大部分人可能跟咱们国内 比如说吃完饭 晚上遛弯 休闲 出去买张彩票 就是兜里找了零钱 又不想装着 当然可能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微信支付 但是以前比如说 晚上吃了饭 找了几块钱零钱 兜里装着又很难受 很别扭 干脆 花掉 买张彩票 我们学生时代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是吧 中午15块钱吃个饭 然后多了几块钱 怎么办呢 也不想买零食了 去买点彩票 可以 对 就大概是这样一种心态 就大家不会把它真的当作说 说我要靠这个事发家致富 我要靠这个事成为富翁 那是不可能的 富翁们 对 但是你说赛马和博彩之间的联系 其实赛马这个王出现的时候 他就跟下注这个事是逃不了关系的 比如刚才大巴讲说田济赛马 这个是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典故 为什么这个典故流传千年 因为当时下了重注 就田济跟齐王 他也是就迷了心了 他当时是上岸了 下了千斤的赌注 最后流传上历史的假话 反正后来就是王子也没得穿小鞋 就是了 其实赛马这个事 如果你全世界翻过来看 其实赛马这个事 在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在可能在 比如在特洛伊战争时期 比如希腊这边 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有记载了 比如说在文献里边就已经出现了 说有这样的行为 但当时可能比如说 不光是让马跑 可能赛的是战车 马拉的战车 双轮四轮 可能当时是赛战车 其实当时也是想 多点下注的空间 让大家参与非常刺激的缓解 但是你如果说日本赛马的话 其实日本赛马早年 就是很早很早之前 它是从唐朝 传到日本的 就是日本本土的来讲的话 它的马种并不是特别多 日本本土只有七种马种 这点东西 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从老师的 对 赛马这个事 大家其实很看重 这个马的品种 还有它的血统 对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稍微学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后来我干广告的时候 给香港马会做过一段时间服务 就帮他们做那个马会杂志 所以就是马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还稍微有点了解 对 但这个东西 其实深究起来挺有意思 为什么说日本 它的赛马和其他地方都 相比来讲是比较特别的 是因为它历史虽然久远 但是在一千多年里边 始终就自娱自乐 最早的这个记录是公元700年 就文武天皇的时候 有这个赛马 当时叫走马 或者叫走鞠 这样的一个记载 800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和唐朝文化交流很密切 潜唐史 包括唐朝开世界到日本 那时候是 挫俄天皇这个时期 然后就有一项很重要的娱乐 就是赛马 大马球 这也是当时唐代流行的这样一个风尚 但是时光推移 到了战国时期 日本的战国时期 骑兵受到了重视 虽然说 日本本土的马 马种并不是那么好 但马终究它比人跑快 是 你如果说对于战国史熟悉的 可以知道 什么武田 类似的这种 风铃火山 满道兜 它都和骑兵有关系 那么到了德川幕府这个时代 德川这一家子都特别喜欢马 因为他们是从马上得天下 如果说稍有了解 知道三河飞将 三河大神 本多重胜 大家玩什么战国无双之类的游戏 比较多的话 可能都 这名字都 都很熟悉 虽然说 现在没法考证 就是他身高和马的身高 这个比例是什么样的 游戏里挺高大的 是 但总之 他是个骑兵 他是个骑兵 所以说日本人对于马的熟悉 或者说是喜爱 其实是千年以来 一直在血脉里边流传的 包括说是很多地名 比如说阶级玩家 很熟悉的一个名字 叫高田马场 这个高田马场 就是1663年应该是 或者说差不多那个年代 德川幕府下令建立的 当时是嘉光 嘉光主政的这个时候 那么高田那个姓呢 是嘉光曾祖母 这块地方画下来 叫高田马场 就是为了马皮的繁育 所以说就是 它一直流传到现在 但是呢 整个日本的 这个近代的赛马的起源 还得从就是 黑船事件 之后 大概明治维新 从明治那个时代开始 对 当时就是日本 对外就虽然说是被迫打开国门 但是也是接触到很多国外的新鲜物 新鲜事物 新鲜东西 脖子气水什么的 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就很多有趣的东西都涌了进来 对 包括说西洋马 日本人当时一看 西洋马和东洋马差这么多 确实不一样 意思都不一样 对 那么到日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因为在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在英伦和美国 就是英国殖民地 就是英国殖民地 赛马是一个很风行的运动 英国这个开始的很早 就这种很成规模性的赛马运动 其实很早 大概可能17世纪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种就是成熟的赛制 包括说是一些就赛马的规则等等 这些都带到了日本 把资本主义那一套 全能带到东方来 就说来说去 三句不离批判资本主义 对 但是就 也可以说得益于这种成熟制度 那么最早是横滨的西洋水手俱乐部 他们在1861年 做了第一次赛马比赛 之后这个东西就一发不可收拾 过了七八年 明治三年的时候 在东京就开始有正式的赛马会了 那时候还叫很多这种赛马俱乐部 还不是比如说像现在这种中央竞马会 这种大型的国家去推的这种 那时候还都是可能地方势力或者个人 或者团体组织 对 类似于这种 但在这个期间 其实已经有人认识到 这个狱种和赛马之间的一个关联了 因为之前我给香港马会做历史严格的资料的时候 他里边提到赛马的上游和下游 相比起来是上游更加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在赛马比赛过程中 纯旋马本身包括骑手骑师 他很受人重视 但是上游的狱种 它是一个经年累月的工作 而且这块是不能有任何花样的东西 因为一旦说你没有重视这块 接下来又是几年十几年都受到影响 所以说在1877年应该是 日本已经有了近代意义上第一个狱种场 叫三田狱种场 从这开始 日本自己的这样一个纯旋马繁衍之路 也开始研究了这些东西 但是说白了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因为它挣钱 然后在1888年 就是东京第一次举办赛马会之后 差不多8到10年左右 日本就出现了码票 当时码票面值一元 面值一日元应该是 有的考证说是一美元 但是我觉得不太 一美元有点高了 有点高 对于那个时候的日本来说有点高了 所以我更倾向于它是一日元码票 但是有了这个马票之后 大家突然意识到 这个玩意可以赌 太好 民众发现我花很少的钱 就有可能收获特别多的钱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这个时候就会吸引像咱们这样的普通民众 对吧 但是呢 就是当时日本政府 因为处于就是明智维新时间 然后就包括说是 这个二十世纪前这一段 那么日本正处于这个军国主义的风风扩张的 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因为那时候马上要打仗了 对 比如说这个日革战争 马上就要开打了 是 那包括说军队 他对于马也很重视 军马战马 对 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很重视 然后就是政府 包括说中央政府这边 他对于这个赛马 他也持一个就很模连两可的态度 哎呀 这个东西 他对于财政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我们希望就是民众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的 这个不是很好 开始呢 政府他就试探性的默许 他就默许 默许说你可以赌 可以就是你举办赛马会 大家比方说我是一个赛马团体 或者赛马教育部 我举办这个赛马会呢 哎 你可以在这个就比赛里边卖马票 然后就制度什么的 你自己看着来 后来呢 政府觉得 这个事好像我能掺一手 然后呢 他就派助这个就是观察 或者说是监督人 到这个就是马会里边 去就是协助这个赛制 包括说博彩的这样一个内容 去做这个事 但再后来呢 发现吗 不行 军费开支太高了 这个如果人们都去赌的话 这个钱呢 其实就都花在赛马上 是 不行 你们不能赌 就又一刀切 一刀切就把这个事 禁止了 给禁止了 然后大家就感觉很沮丧 这不太行 但是呢 这个事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聊过的 美国禁酒令一样 这个东西你是禁不了的 对 搂不住 最后呢 中央政府算了一笔账 哎呀 在这个地下黑市 或者说是黑产里边 这个流通这个赌马的金额 是多大呢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真是不少 怎么办呢 把它放开吧 还是把它放开吧 就等于说是 你可以在这个政府的法令下 去公开的做这个赛马博彩的事 只要我说我满足一定的条件 然后就是符合我授予你一定的这样一个权限就可以了 这就是1923年的赛马法 颁布了赛马法 赛马法 那么这个就是里边很明确的规定了法人团体赛制规模 以及就是对应的这样一些举措 那么之后赛马法还有过一些严格 包括说36年 以及这个战后48年 赛马法的几次改制 但是呢这几次改制 它的重心都是什么呢 你赛马不能是只停留在比赛和博彩上 你的就是所得 要有相当的一部分返回到赛马的上游去 上游是什么呢 就是育种 育种 对 以及这个就是周边产业 你要把这个让这个产业稳定的发展 你就不能放弃上游这一块 所以说呢 这里边它是对于整个全行业的产业链 有一个综合的考量 像它作为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是呢这里边又有一个人很重要 这个人叫金青异孝 他如果说按照日本这个世袭的头衔来讲 他是个伯爵 是金青家第14世 但是他的本源 他是被金青家领养的 任养 因为金青家没有后裔了 没有人来继承这个头衔 他是被人任养 他原本出身在哪 他是德川家第16世 这个东西可以说 就历史的明明的一个循环 是 对 那么就是金青异孝这位先生呢 他对于日本的当前的赛马 可以说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首先他是中央竞马会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奠定者 今天的GRA和NAR的赛制 包括说是各项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建立 和他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呢 这位老先生呢 他非常重视这个反育和育种 这位老先生在我们课本上都有的 对 就他其实就一生啊 都是在为了这个就是赛马事业 奔走 然后努力 因为什么呢 他本质上来讲 你看他的初神是非常光鲜的 很牛逼 但是呢 就是后来他从这个帝国理工大学退学了 因为老子不爱学理科 老子就是他妈喜欢赛马 所以就是剩下来他的一生 基本上都是为这个赛马的上下游 来那个奔走呼告 包括说是完善赛制啊 然后让博彩与赛马更好结合啊 这些东西与他都密不可分 但是日本真正成为纯学马的这样一个繁衍的之地呢 还是得80年代之后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经济快速上升 吹起来一个巨大的泡沫 对 但是就是80年代的时候 日本就意识到就是说赛马 它是一个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产业 今天再去看那个就是日本的这个这个博彩这个行业啊 它里边基本上都会竞速 对 比如说有这个竞轮 竞轮 竞艇 赛艇 对 逃狗 赛马 这些是这个日本和可以合法去这个涉及博彩的项目 哎 那么就是他的这个繁衍呢 是从80年代开始 其实速度很快 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就进入了世界一流行列 嗯 这个里边包括说积极的引进这个西洋的种马呀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刚才大巴提到这个玉种啊 这一块非常重要 那时候其实主要是因为日本这边呃 在做这个日本杯嘛 嗯 大概80年代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就而且日本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这样一个 对 他就用这个高额的奖金 然后呢 邀请国外的世界各地的国外的名马 对 来参与这项比赛 然后来之后呢 早早期的时候 发现可能确实跑不过人 人家这个国外的马 但你来都来了 你留个种嘛 对 然后呢 就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 因为日本本身就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 就是日本是一个很擅长 像比他强的人 学习和借鉴的这么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发现日本马确实跑不过人家 比如英国马 美国马 是 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就是让人家来这配种 留下他的这个非常好的基因 包括说他91年有很著名的引进 就是引进这个美国纯雪马 Sunny Silence 周日宁静 对 这些类似于这样的 就是慢慢的用20年时间 把这个纯雪培育体系 就这样培养了起来 所以说今天 如果说马娘这个游戏 他本身 有这么就是丰富多彩的演出 实际上是和他们在过去100年里边 对于这个赛马行的努力 是不可分隔 确实有这个文化 对 然后刚才其实直接就说到这个八九成年代 其实已经是日本的这个第二次 这个赛马蓬勃发展的时期了 其实在很早之前有第一次就最开始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从这个GRA 就是这个日本的中央竞马会 真正成立之前呢 大家都是这个各自举办各自的比赛 都是一些小规模的租制 一些小规模的俱乐部 一些小规模的 比如这个比较有钱的人 来组织他们自己的比赛 然后后来经过了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些情况 比如二战 然后战后这个GHQ对于日本的这个规划 等等各种事情 这个咱们就不细讲了 因为讲出来可能大家也并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 因为毕竟是很早之前的事 很复杂 对也比较复杂 但是大家就是可以了解到 就是现在日本的赛马 分为这个中央竞马会举办的比赛 以及地方赛马 地方赛马可能就是一些地方的这个自治团体 这种比如说一些比较小的地方的自治团体 他们来举办的一些比赛 中央称为GRA 地方称为NAR 然后中央复杂了 是 对 然后中央竞马会 其实是日本政府国家去带领 去推动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它并不是说 比如说它是一个单纯的 民间组织 民营组织来举办的一项赛事 它是国营的 国营赛马 是 国营赛马 但是这比较复杂了 对 然后就GRA和NAR的赛马 如果说按照就是竞技日的这样一个概念来比起来的话 你看全年是365天 日本全年的赛马竞技日加起来将近1500天 是 非常多的比赛 就各种各样的 你不可能在哪一天没有赛马比赛 对 你不可能在哪一天不花钱 不花钱 你必然要花这钱 对 钱你是必须要花出去的 而且就是对于博彩这个事 因为我们之前录赌博默示录 里边稍微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日本全民博彩这样一个文化 或者说人们很习惯 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那么就是你像GRA就还没做地方竞技联盟统计 你像去年 去年是就新冠疫情很严重的一年 整个日本其实它的公众活动 包括说是一些就像博彩 或者类似这种东西都受到很大影响 只有GRA是昂扬盛 屹立不倒 不仅屹立不倒 而且创造了10年以来最大涨幅 去年GRA的全年的营业额 是将近2000亿人民币 2100亿人民币 非常可怕的 昨天刷网络的时候 也看见他们这种日本的网络 老推各种赛马的广告 是非常非常夸张 去年的增长率应该是超过了3.5% 将近4% 就在整个娱乐行业万马齐音的时候 对赛马行业 没得说 日本政府给大家发了一些钱 说是因为疫情 大家都不容易发紧钱 然后有人转手就拿着钱 开开心走进赛马场 开始买马票 大家都买马票 就等于是吧 又来 而且包括说 又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正向循环 而且包括说 赛马行业应该是去年日本 最早恢复的一个行业 在4月份 所有的行业都没有动静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了无人赛马 没有观众 你通过远程投注 或者远程买票的这样一个形式 在网上看直播 你就可以远程在家体验赛马的乐趣 这个其实也是像日本很多地方 它有这种JRA或者地方的这种 怎么说 算是它的 比如说旗下的一些地方 然后在这种地方 其实它这个地方 本来跟赛马没有太大关系 本来是一个干别的事情的 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在这儿 有贩卖赛马券的机器 然后包括可能有转播的屏幕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真正的去到赛马场里边 才能把你的钱花出去 你不管身处何处 只要你在日本 你不管你身处何处 不管你住的有多么的偏远 你是住北海道 还是住种子岛 反正就是 哎呀 种子岛 对 从北海道到种子岛 反正就是你总能把这钱花出去 就从北到南 只要JRA想上去花钱 你必花钱 是 对 非常可怕 很可怕 对 这个确实厉害 因为这个就是100年来 人们就是整个日本赛马上下游的产业 就没研究别的 竟然就这了 是 人家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是 各个环节 各个领域都研究的非常透彻 到最后综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 让你愿意心甘情 心甘情愿花钱的这么一个项目 其实是你感觉心甘情愿 但其实也是被一些很多聪明的人在操控 是的 这个东西就很多时候它的经历 或者说是能力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就是你买马票的人看不见的地方 比如说整个JRA的上游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叫日本竞走马综合研究所 竞马研 这个地方它研究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育种改良中的各种的细节的部分 它会细到什么程度 就是包括说是马皮的体力如何强化 就这一代和下一代的马皮 它的体力能增长多少 它的百分比多少 它的极限多少 我们怎样尽量逼近这个极限 那包括说赛马的事故会预防 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至于就是其他的体育健康 这关于马的关于人 那就更不用说了 而竞马炎它还定年 就是每年它会出这个就是马的科学 然后竞马炎年报 它会讲说我今年做了什么研究 有哪些项目 今年全日本的马的繁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和去年相比如何如何 马种是进化了 还是退化了 有什么新的这样一个进展 现在马已经会玩电脑了 会上网 就当然了 聪明了 包括说是像 因为竞技这块 它分不同的很多不同项目 有竞速 有障碍 有负重 那么它会针对这个不同方向讲说 今天我们在哪些项目上 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就这个细节 其实细化的非常夸张 其实就是只要钱到位 就是只要有人愿意在这个上面去花钱 就会有这种非常细致的 非常细致的这些环节 甚至就是说在立木县 立木县有专门的赛马温泉 对 这个马受伤去疗养什么 受伤或者说是疲劳了 或者是赛马他接近职业生涯的尾声了 有一些积累的运动疾病 其实就跟人一样 然后去温泉疗养泡六月 其实他们培养赛马 就跟培养运动员一样 国家培养运动员也同样是非常细致 就怎么尽量的去优化运动员的各项方面的素质 甚至可能跟某些国家相比 可能比如说 那比人待遇好多 对 人家日本培养马可能比一些 比如小国家比较穷的国家 可能比他们培养运动员还要那什么 因为过去给马会做资料的时候 香港马会他们那边给的资料是什么 就是一般的竞技马 它的饲料普通的价格 差不多是八千块钱一吨 稍微好一点的 国外 再往上 这个没数 非常 所以说赛马 对 非常可怕 赛马是 确实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竞技运动之一 但可能这个 其实离咱们是挺远的 比如咱们大陆地区 大陆地区 大家可能比较远 大家可能 顶多是在电视上看过点 比如马术比赛 但是跟赛马 其实完全是两回事 根本不一样 对 但是我是觉得 日本赛马 比如说除了 它带有博彩的性质 比如吸引人这种 然后再包括它 很配合它日本的时代 比如它经济飞速增长的时候 等这种 除了这些以外 我觉得它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还在于 它的故事性非常的强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 这个故事到底是偶然发生的 还是谁刻意去制造的 但总的来说 比如说几乎所有的 有名的马 出名的马 其实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故事 这个故事也会非常的吸引人 比如说给大家讲一个 我最喜欢的日本赛马 但是这也是很早之前的马了 你也不远了 你这儿 不 我要认清资本主义丑恶的嘴脸 你快了 我要坚持我自己心中的 积极向上的态度 我非常喜欢 大家也知道 在动画里也很出名的 小利貌 这匹马 对 在日本当时 日本赛马界的霸主 霸主之一 当然有很多也很厉害的马 小利貌是霸主之一 刚才前面说了 因为赛马其实是一个很看重血统的 这样一项运动 对 就是这匹马 如果它的父母 如果它的比如说父亲这一方 或者母亲这一方 或者父母双方 都是非常知名的赛马 有过特别好的战绩 那么这匹新的马 小马 可能它就会非常受人瞩目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它有以后成为新一代 比如说马王的潜力 他们就会愿意去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 去激发它这个潜力 想办法让它成为一匹非常厉害的马 老血统论了 但如果它的血统不是那么好 比如说像小利貌一样 他的父母都比较惨 他爸叫Dancing calf 一生之中 不是战绩当中 生涯当中 20战5胜 实在是比较惨 确实比较惨 然后五胜还都不是那种特别大的比赛 然后母亲叫做White Narubi 也比较惨 而且出道没多时间就伤了 伤了之后就不再参加比赛了 战绩生涯 八战四胜 也非常惨 一共没参加多少比赛 当然赢了一半 但也不是大型比赛 所以小利貌其实就是 社会底层 对 如果你按照马的分类来说 它就确实是非常惨 就是平民 就是非常普通的这个人 所以他在出生之后 因为出生之后要拍卖 养马的人 做培育的人 马出生之后 要卖给其他愿意当马主的人 比较有钱的商人之类的 然后他小林茂当年的拍卖价格 最后确定是500万日元 然而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是一匹名马 血统特别好的马 拍卖最后价格 大概是几千万日元 就大概会比小林茂要多个几倍 甚至十倍 十倍之多 当然500万日元 因为小林茂其实算 最早在这个地方赛马 就不在这个中央赛马里边 地方赛马其实500万日元 也不算特别低 也不算特别特别低的那种 就还行 就还可以 而且算中上 我觉得可以算 可以算中上一个价格 为什么呢 其实虽然他父母比较惨 虽然他爸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战绩 但是小林茂的爷爷 叫做Native Dancer 是五六十年代美国马王 美国马王 他的这个生涯战绩 22战21胜 就非常非常强的一匹马 近似于不败王者 对 近似于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但是可能当时大家 对于这个遗传的方面 这个血统研究 可能还没那么深刻 就单纯只是看到说他父母不行 那觉得他也不太行 就看爸妈了 就看爸妈还不够 大家可能后来就发现 就是就看爸妈 还不能完全的确定说 这匹马以后 到底能有什么样的能力 对 可能非常复杂的这个事情 对 在游戏里也是这样 真的不能只看爸妈 对 再网上看一带 是 所以小林茂呢 早期其实不太受人重视 这个也比较一般 然后包括早期时候呢 训练过他的这个训练师 包括当时的这个骑师啊 都觉得说这马啊 一般 确实不太行 就是觉得吧 他也没什么那种 想要快速跑动的这种冲动 对 然后呢性格呢 就很一般 就很懒显的 就是也什么 什么 什么都不爱干 然后呢 给他什么这个钉马掌吧 给他看看什么这个 这个马蹄吧 这马蹄一抬下来啊 就就有点要站不住的意思了 就觉得体质也不行 然后性格也不行 就觉得很一般 赛马圈的阿宅 对 就是 就就太普通了 实在是 但是后来呢 大家就渐渐的发现说 说卧槽 这个马好像有点问题 就是 他会上网 就是真正一跑起来之后吧 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他有那种 跟那些明马 速度快的马 相同的一些习性 就比如说跑的时候呢 他会把自己的重心降得非常低 然后呢 就是这个有经验的 这个训练师和骑士 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觉得说 他应该还是有这个本领 有天赋的 有 还是有一些天赋的 但是具体这个天赋 有多么的强 还不好说 后来呢 这个训练师就开始 让他频繁的参加比赛 就是因为其实 大家都知道 明马其实也没有参加过 特别特别多比赛 是 因为怕他伤 首先是 而且他其实 也没法跑那么多比赛 他需要一段时间 再调整和训练 对 所以就是尽量参加一些 比较重要的比赛去参加 游戏里面是不能连跑三场 对 但小礼貌呢 当时就是疯狂 让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然后他确实发现 跑起来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然后就感觉到 他没有上限的厉害 因为当时在地方赛马 一些比较小赛事 就感觉他没有上限的厉害 就总是下一轮 比下一轮跑的还要强 后来呢 有这个 因为跟马相关的团队里边 有很多人嘛 有训练他的 有负责其他的 然后还有兽医等等 然后兽医去体检 就发现这个马 小礼貌 心脏特别厉害 就他心脏非常大 大家知道赛马 心脏一般可能 大的能到七八公斤中 就非常大的心脏 心脏越大 对于这个 比如说 这个去奔跑 长距离奔跑 其实是有 是有好处的 输出 你像其实有的运动员也是 比如跑长跑的运动员 跑马拉松的运动员 就他的心率 其实比普通人是要低的 就比平常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低 所以他这样的话 他能够进行一个 长距离的这种活动 运动 小礼貌也有这样的天分 包括也像 可能是因为他频繁参加比赛 锻炼出了这种天分 后来觉得说 这个马大有可为 然而很惨的是 因为当时 小礼貌主人 小礼孝一 就是他的马主 当时他把这马买了 他没有去参加 中央竞马赛的资格 他只能参与地方竞马 所以他也是把马 卖给了别人 然后买了小礼貌人 他是有参加 中央竞马资格的 所以把他移籍到了 中央竞马赛 就是参与更上一层的比赛 参与更厉害的比赛 跟全国其他更加出色的马 同场竞技 然后发现小礼貌 确实表现非常不错 当时为什么人们 那么喜欢小礼貌 其实主要是因为 小礼貌代表了一种 平民的一种特性 对 就是平民英雄 虽然我的血统没有那么好 跟别人比起来 我就是普通的人 但是也会上网 但是我能跟他们同台竞技 我甚至能赢了他们 生活条件也一般 就让参与 赌马的普通民众觉得 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 有一个精神技一样 对 就看到了希望 就他带来的希望 当时就是最后一步一步 他也是赢了很多场比赛 但是中间有过一个低谷期 也是比较惨 然后包括受伤什么的 受伤去疗养 然后当时复出的第一场比赛 也很惨 后来采访说 为什么惨 就各种理由 然后包括也说 是因为小礼貌在疗养时候 有很多记者 什么去采访 就24小时不间断采访 然后让这马就没修意好 就很烦 就各种各样的理由 反正是 但是在最后 小礼貌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我觉得可能是 这也是为什么 他成为了一个 传说 传说的马 是因为在最后 他准备要退役的这场比赛 也就是90年的油马 90年的油马纪念赛 90年12月23号 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油马纪念赛 然后他就 真的是最后又跑了一个第一名 就是一切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 就像电影一样 有起有福 从最开始不被大家重视 到后来到一个顶峰 然后受伤 疗养 又陷入一个低谷 到最后 在最后结尾时候 又是一个高潮 就完全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故事 一个电影故事一样 所以他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除了博彩以外 日本赛马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我觉得就日本各个行业 好像都有这种 就是很有意思 就很喜欢这种故事 尤其是竞技体育这块 比如说像两年前 这个就日本第一百届家子园 金泽农业 那个就是杂草魂的故事 这个当时也是受到全日本关注 是 而且这种东西 就会让人们产生一种 非常上瘾的感觉 燃起来了 对 就是让你非常热血沸腾 在现场的时候 对 当你看到一个血统不那么好 就仿佛是你自己一样的人 赢过了那些比你高的人的时候 出现了日剧跑的情节 对 就是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 看到希望的这种感觉 包括当时除了小林茂 其他 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 大家都非常了解 然后包括像 2000年的时候 JRA举办了一个投票活动 叫Dream Horses 2000 里边有几个栏目 投票栏目 其中在20世纪的100匹名马当中 最受欢迎宝可梦 最受欢迎宝可梦 最受欢迎的马 20世纪以前 就是21世纪以前 马小林茂排名第三 第一名是成田白人 是94年的三冠马王 赛马界的大满贯 对 然后成田白人是排第一 然后第二名是特别州 第三名小林茂 第四名无声灵露 第五名东海帝王 大家都在赛马娘的动画里 他们全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动画里故事都有对应 然后游戏里面 也会有相应的比赛 给你对应 都是主角 对 在动画里都是主角 但是这一想 就是马娘这个游戏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同 因为赛马的职业竞技生涯 它并不是很长 对 一般来讲的话 五六年 六七年 很短 其实很短 能参加个20场比赛 就已经挺多的了 对 但是就是在游戏里边 能让不同时代的 就是著名赛马 同台竞技 这个事挺有意思 有点神奇 对 有点像类似于 就是NBA那个王朝模式 这种 对 很有趣 对 而且包括 说回到这个动画 说回到赛马娘动画 我觉得它 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就是后来我想明白的一个事情 就包括 看了第一次动画之后 对赛马产生兴趣 然后疯狂的去补 以前的相关知识什么的 去看视频 后来我在看动画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说到 因为日本赛马故事性很强 马粉的故事 所以人们总是愿意去相信 这些马的行为 它在赛场上的行为 在私下行为 是符合人的逻辑的 就比如说这个马 说在开赛前 做一个总会做一个什么动作 那人就可能愿意去想象说 这是它一个调整状态的一个行为 就觉得是有故事行在里边的 本类宣告 对对对 就是人们愿意去相信说 它的很多行为是像人一样的 但其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对 就是动物的很多本能性的行为 可能跟人想的并不是一样 对 但是人们愿意去相信 赛马娘好在哪呢 就是把这些马 你化成人 把以前人们脑海中 仅存在于人们脑海中 想象的一些事情 变成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变成了现实 具体了 就是看到动画的时候 就是说它确实和人的逻辑一样 它开赛前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 它开赛的时候 它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两匹马 这个这个骑头并进 最后其中一匹马 以微弱的优势取胜的时候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感觉和人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在这个时候你看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把人的行为逻辑彻底带入进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它很吸引人的一个 它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确实 但是确实自古以来 就是马是和人情感交流最多的一种 家畜或者说人训化的动物 是 对 就所有几乎所有的 就是和马有关的 除了这个就是农业教科书之外 除了迅猥教科书之外 其他地方或多或少 他都会提到这个就是情感联系 对 人和马匹之间 彼此理解 甚至说惺惺相惜 就是养马人 大家都觉得 就是他是能跟一些马 是有这个交流的 对 就是他们之间是互相懂的 对 这种感觉 是 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成功的地方 就在于就是让人们有一个 很强的代入感 通过他的故事 通过他的这个 拟人化这个方式 让人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代入的感觉 你说的对 对 然后其实前段时间也看了一些 跟赛马相关的 别的比较逗的故事 像这个当年的一匹 一匹知名赛马 一生未赢任何一场比赛的 这个乌拉拉 哈鲁乌拉拉 对 这个叫春乌拉拉 这匹马呢 就从来没赢过任何一场比赛 就永远在输 但是呢 人气非常高 就是因为 人们就觉得说 就带着那种情感 也不容易啊 说他永远输 但是他的心态还是这么好 但他永远永远去参与比赛什么的 就这种 就觉得又带入了 自己这种感觉 就觉得让自己又产生了 这个努力和希望 但是这匹马在退役之后呢 生活比较惨啊 一度被人们已经遗忘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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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到后来呢 有节目组嘛 就找什么的 发现他在某一个 这个 这个就是 推移马的 这个 怎么说 技术部 这个养老中心嘛 对 就养老院 其实 马养老院 对 马养老院 但是呢 在很早之前呢 这个曾经 呃 拥有乌拉拉的这个马主呢 也放弃了他的这个拥有权 所以现在他是一个没人给他钱 没人去这个交钱给他去维护的这么一个状态 哎呦 顾瓦老人 当时就很惨 对 就 就如同这个 这个 本来你想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受欢迎 然后你也这个对吧 给给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是 但是到你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 大家会可能瞬间就把你遗忘了 黯然告别 对 在游戏里面也是一个特别乐观的马姑娘 对 别人说的比赛呢 都是垂头丧气 要哭了 但是他依然是向观众的鞋招手 就笑着跑完他最后那一点距离 明天也要努力活下去 是这样 当然那个节目最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结局 就是这个当时负责饲养 就是养老中心的这个负责人员 然后后来又在网上组织一些活动什么的 然后收来很多这个众筹的钱款什么的 就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乌拉拉 然后就负责这个给捐钱什么的 就挺好 但是其实现实赛马可能更残酷一些 对 因为毕竟嘛 刚才说了 除了那些知名赛马 你想那场上跑的167匹马 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匹是非常出名的 那些不那么出名的马 他们可能退役之后的生活就非常的惨淡 你看日本的话 差不多每年 他每年繁育的这个纯学码 就是投入了赛马行业的纯学码 差不多是7000到8000匹 这里边的淘汰率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最后能够站上赛场的 其实这个淘汰率不比NBA选秀低 对 但是这个人类环境下 比如你NBA你NBA落选了 你还有可能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吗 就不打篮球了什么之类的 但是马呢 可能他确实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这个很多时候就是阿勒斯之类的这种 对也有 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残酷的这种方式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事实 反正因为养了他开销很大 对 非常大 赛马就是一个又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和希望 同时里面又非常残酷的 没错 一个事情 最后这个基调落的批判资本主义 确实大家要认清资本主义丑恶的嘴脸 残酷现实 体验一次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这么一个事 这个事情 对于你来说 对于你的生命来说重要的事情非常多 但赛马我相信可能并不是其中之一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 为什么能够在畅销榜上连续霸榜第一名这么久呢 我觉得也是这些女人的形象 寄托了很多人心中的一些小小的故事和愿望 对 像是西洋奔跑吧 你像这个动画里边也是 他着重描述的 其实还是比如说这些女人角色 他们自己对比赛的心理的状态的变化 然后他们自己的故事 就让人觉得其实跟马已经没有差关系了 主要是看这个 还是讲故事 对 青春剧一样 看看大家这个如何 有点动心 想去看个动画 对 反正这期节目主要是一个 我们以一个比较浅的方式 来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日本赛马 包括赛马娘 随便聊聊 对 就是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作品 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动画 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游戏 我们去真实体验赛马的时候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浅浅的了解一下 如果有听到节目的朋友 你正好是相关从业者 比如说你就是养马的人 或者你是鱼琴老师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你所了解到的这方面的事情和知识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 好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赛马娘的动画 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日后到了东京的话 不要忘记花100日元 对 你算上门票钱 一共300日元 如果你不吃不喝 可能在这边 但是去之前一定要查一查 那天有没有比赛 千万别落空了 周末一般都有比赛 周末一般是都有比赛 对 最好是赶周末的时候去 人很多 而且如果能赶上 正好是比如说 第一等级的比赛的时候 人可能非常非常多 然后你也会看到一些 非常厉害的马 对 看看他们奔跑这个姿态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包括 昨天我们查的时候 我查这个鸣鼓竞马场 地方竞马 比较小 你只要花25000日元 就可以冠名一场比赛 你的屏幕 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屏幕上 就是这个比赛名字 你自己起 像他们有很多案例 我看了看 比如说什么 谁谁结婚纪念 谁谁诞生纪念 各种各样的名字 然后赢了 这个跑完之后 你还能跟这个决胜的 那个马和骑手 合影 合影 然后还给你做点 这个纪念品什么的 25000日元 真便宜 那可太便宜了 你就可以冠名一场 鸣鼓竞马场的比赛 吉考斯工业 鸣鼓竞马大赛 对 我觉得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可以 是一个旅游产业 那当然了 除了鸣鼓 我相信其他一些地方竞马 也有这个相关的 是 虽然它不是那种 等级非常高的比赛 但是也非常有意思了 我觉得 我们找找有没有 比鸣鼓屋收费还低的地方 有可能有 我觉得可以找一找 但就很有趣 这样下来 我们也是在日本 报过比赛 咱们可以派这个 在日本的朋友 去合影 可以 对 挺好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对这个赛马娘 产生了兴趣 又和这个毕业照 拍照片一样 把我们CEO的这个脸 披在照片上 希望这个 这节目到时候结束 我不能再跟大家说了 希望Cyber Games 听到节目之后 给我们打钱 打钱 打钱最重要 打钱最重要 好吧 那感谢大家收听 这一期的 家里奥爷爷电台节目 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